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 炒土豆丝时,最近直接下锅炒 来看看年薪30万酒店大厨教你的妙招 炒出来的土豆丝脆爽,开胃不粘锅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首先准备两个白皮土豆 把外皮削掉 市面上土豆有白皮和红皮两种 白皮土豆的淀粉含量较少 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爽 比较适合做粗流土豆丝或者是酸辣土豆丝 而黄皮土豆淀粉含量较高 就比较适合用来炖着吃或者是闷着吃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可以根据自己的烹饪需求来选择 土豆去皮洗干净后 现在就来切成薄片 先切一片 两片下来 再把土豆切下来的这一面放在案板上 这样子土豆就不容易滑动了 想要土豆丝切得细 这个片一定要切得薄 第一个切好把第二个也切成薄片 土豆切成薄片后 再稍微的这样子用手推着马方整齐 再切成薄片 把土豆全部切成薄片 把土豆全部切成薄片 把土豆切成薄片 放到水中浸泡 防止氧化变黑的同时 还能够泡出淀粉 这样炒汁的时候不易粘锅 吃起来口感也更加的脆 这里我们可以加两滴白醋 加入白醋也是为了让土豆的口感更加的脆爽 浸泡五分钟 土豆浸泡的时间我们来准备点料头 需要的非常简单 几粒大蒜先压扁 再剁成蒜末 剁好中盘备用 再来两个泡红椒 对半切开 把红椒切成细丝 这个泡好的红椒的口感是酸酸辣辣的 放在土豆丝里面一起炒 吃起来特别的有风味 没吃过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哦 切好中叠备用 这个时候土豆丝也泡好了 把土豆丝捞出来 放在籃子里稍微滤干一点水分 起锅倒入食用油 油热轰动一下锅底 让油润满整个锅壁 这样炒制的时候食材更能均匀受热 把油烧至冒清烟的时候倒出来 再添入适量的凉油 热锅凉油的来炒制就不会粘锅啦 这时候下入适量的青花椒 把青花椒炸出香味 出香味后把花椒捞出来 这时候倒入土豆丝啊 倒入土豆丝以后快速的把土豆丝翻炒 翻炒至土豆丝变得有点透明 倒入这个红椒丝 蒜末 来适量的食盐调味 继续大火翻炒 把皮豆丝翻炒入味 把皮豆丝充分的调软 最后淋入少许的这个白醋 翻炒均匀 炒匀后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美味的酸辣土豆丝就做好啦 吃起来爽脆开胃酸辣可口 学会这样的做法 普通的家常菜也能够吃出美味佳肴的感觉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